美国大众机械师网站2022年3月29日刊文称 俄罗斯一种新型神奇武器 即苏霍伊设计局研制的苏武器战斗机 在该国对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后突然消失了 报道称苏武器战斗机于2010年正式亮相 是俄罗斯的第一款武弹机 既能执行空对空任务 也能执行空对地任务 然而这种战机距离 在俄罗斯军队服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文章称 俄罗斯于2022年2月底发动了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 与此同时 俄罗斯空天军的飞机大量集结 苏30SM、苏35、苏34和苏25战机 大量集结在俄罗斯和俄罗斯西部的机场 并开始在乌克兰上空执行任务 文章指出有一款飞机在俄湖冲突中完全失踪 那就是苏57战斗机 苏57战机是俄罗斯新一代战斗机 是俄罗斯第一架 从一开始就考虑隐身射击的战斗机 文章称 与早期的喷气式飞机相比 苏57战机机身更平坦 机身角度更大 机翼和机身的配置使其具有隐身能力 文章指出 苏57战机旨在与空中和地面的敌人交战 同时保持隐身状态 与F22一样 它将武器储存在四个内置武器舱中 包括两个大的主舱和两个小舱 主舱能够携带大型空空导弹 如中程K77M导弹 它还可以携带反辐射导弹 制导炸弹和反舰导弹 如果不考虑隐身 该机也可以在机翼和机身外部挂载武器 苏57战机还可能搭载R73空空导弹 这是一种远程空空导弹 旨在记录大型敌方支援飞机 文章称 目前大约有十几架原型初始生产型苏57战机存在 这些飞机曾于2018年和2019年被派网序列执行任务和进行测试 但据称这些测试不包括实战任务 第一架量产飞机于2019年坠毁 推迟了该飞机进入俄罗斯部队服役的时间 美媒称 速机战机是一款不错的五代机 但由于种种原因 俄罗斯还没有能够大量制造这种战机 由于缺乏资金和技术问题 速机战机的开发一再受到阻碍 速机战机